《洋桃》 《洋桃》 《洋》就是洋花的《洋》 《桃》就是桃花的《桃》 職業是? 四星級酒店大堂經理 年齡是? 寫三十吧 我們這兒會員註冊必須是真實年齡的 不能虛報 三十二 果然 水果的果突然的燃 果然名不虛傳的果然 我們家果然在民政局工作 婚姻登記處登記前 她今年多大了? 三十五歲 您來這兒您女兒知道嗎? 不知道 那她自己能同意嗎? 她怎麼不同意啊? 她願不願意 我說了算 相親這是不靠譜啊 相親就是把兩個在愛情道路上都不太順利的人 人為地安排在一起 看看會不會有奇蹟發生而已 皇上不羈太監禁了 我媽是天天的就跟著刀刀就這點爛 第一點 得人品好 人品不好 一切免談 得漂亮 起碼一米八以上是吧 長得得帥 也不能太漂亮 太漂亮的女孩啊 不踏實 太帥的男人容易花心 不能超過三十歲 超過三十歲啊 那叫聖女必勝客 有房有車有票子 我們家呢是一個健全的家庭 她爸走得早就我姨人了 單親的家庭呢我們不想考慮 對方家庭最好沒有婆婆 你到底想不想結婚啊 不想結婚 我可想結婚啊 我說不想結婚 都說婚姻是什麼愛情的墳墓 愛情婚姻皆是墳墓 不結婚 不結婚那就是死無喪生之地 結婚就是一照妖精 婚前你甭管怎麼沒好 婚後全部暴露出來 我這個年紀也耽誤不起了 我也不想再跟那些人周旋了 我有的時候 真的特別想對他們大喊一句 別跟我談戀愛 虛偽 有本事咱們結婚吧 來 經理啊又哭了 回回來婚禮現場您都掉眼淚 您什么时候结婚呀 结什么婚哪 我连对象都没有 你长得这么漂亮 肯定有好多人追你 谁追我呀 时间在追我 差点忘了 那边有一位先生在等你 我这妆没花吧 没花 花了也比别人好看 你好 徐阿姨 我是皮特范 就是 就是百合网介绍的小范吗 我已经按照你的指示 到达了纸径酒店 你女儿的助理已经去找她了 我们马上就回见面了 好 好 我跟你讲 范儿 你就这样 你信我一句话 就勇敢地往前冲 这是你的最好机会 我记得 加油啊 我等你好消息 先生 你好 我是酒店大团经理 我叫杨桃 您知道我有什么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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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范 叫皮特 你就叫我皮特范 范皮特都可以了 这是我的卡片 谢谢 是这样子 我们公司中国区的年会 正在选定承办酒店 你这里 我明白 这样我们到那边细谈吧 好 你穿那个样 你看你 你有完没完 这都要离婚了 我穿什么样子 和你有衣毛巾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你穿成这样来离婚 就证明你对咱们这段婚姻 你就不重视 都到这儿了 这话说的还有意思吗 有意思啊 我就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就是一个做事不善事 善终不负责任 满嘴跑火车的大骗子 瞧你做那点破事 你偷偷摸摸 把咱们家的钱给你们家 你也不跟我商量 你拿我当空气呢 我干人怎么商 那是我自己挣的钱 我给我骂行吗 我告诉你 你别把自己当空气 你没那么重要 我是离不开空气 我离得还你 你说谁呢你啊 你跟谁他妈他妈的 咱们当初是不是说好了不骂妈 你凭什么骂我妈 我都没骂你妈 你是不是要我签字 我还不签了呢 我气死你 我急死你 我不签了 我就是不理着你等着 你少抢你 你干什么你 放开放开放开 你还能抢过我 小样 你结婚了吗 我不想结婚 太聪明了 好吗 关于年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我讲的这些 您这个年会的具体时间出来之后 您再通知我们 我赶快把这些资料 都转给我们的销售经理 让他来跟进 好吧 谢谢啊 走走走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呢 虽然是五百强企业 但是蛮人性的 该有的假期一点都不少 而且呢 我们不像其他的外资企业 三真两头就出现过老史 而且在薪酬方面 也是相当的可温 等一下 像我这个级别呀 年薪要达到五十万 而且呢 年底还有年终大奖 另外呢 在狐狸方面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 每年都有各项体检 定期旅游 而且可以带家属 因为我这个人呢 身体蛮健康 喜欢亲戚大奖 挑战大奖 正好大奖 这个杨桃啊 是苏青的表妹 她妈呢 就是苏青的大姨 苏青呢 从小父母去世的早 所以就跟大姨一块长大的 所以他们姐俩关系特别好 跟亲姐妹似的 我 是吧 父母去世的也早 所以我跟苏青的婚事啊 都是大姨给一手操板的 现在人家闺女是吧 想找对象了 你说我能不出手吗 出手你别出到我这儿来啊 找别人出手 那行 我赶快去通知我们这个销售部 由他们来跟进这个事 是这样子啊 今天呢 我认识你蛮荣幸 我希望呢 没事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麻烦你存一下 这是您的手机号 那我赶快存一下 那我赶快存一下 我希望我们以后呢 要多沟通 多接触 多了解 多了解 您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呀 你猜 因为姓薛的女士给您的 你猜干吗准呢 她叫您来跟我相亲的是吧 不是相亲 不相亲 真不相亲 我小姨子年龄大了 这么长时间单身 多多少少吧 对异性可能有点抵触 可能有点障碍 你呢你看你刚才 这个见这些人 遇这些事 你肯定你有经验 也算一个情感专家吧 是吧 你呢就帮我 在这个情感上 思想上 开导开导的 公司年会的事 这是不是您编的 这个不是编的 这个是真的 公司确实要办年会 而且确实在找承搬酒店 只是这个事不由我负责 对不起我失陪了 等一下 可是我的薪金 我的福利 我的旅游 我的体检那都是真的 对不起 我对您这个心机福利 旅游体检 还有您的身体状况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有什么了不起 一个三十岁的老圣女 也就有几分知识而已 早被打得处理了 你凭什么这么有气 您要这么说 我就必须再跟您说道两句 我问您一个问题 北京的几月最美 不知道 九月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九月的白天像八月 晚上像十月 就像我们三十岁的女人 既有二十岁女人的脸蛋 也有四十岁女人的智慧 这是女人一生之中 最美的时刻 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这么牛了吧 我看你像十二月 好冷 对不起 对不起 全是我的责任 我刚才到车的时候没看见您 我给您赔偿吧 没事没事 我刚才看了呀 基本不太看得出来没事 这已经都撬了 还是走保险了 我 我还走我的保险吗 我上的是那个平安的那个车险 正好这附近有他们一个平安的那个礼培点 要不咱们一块去 不是 真不用了 我也上的也是平安的 去着也方便 你真不用管了 真没事 别 喂 喂 这 要不这么着 这 你看 您去 反正您修车的时候 我还是耽误您用车了 反正我家里还有一台车 这会有多名片 咱们到时用的时候 您就电话联系 喂 这 这 这真不用了 真的 这样 你 怎么这么客气 我 我 我 三十三岁 未婚 我经营了几家那个 户外的连锁店 父母都退休了 在海南养老呢 不 薛索没派你来的是吧 你 我走 我这 是我不好 我 我真 真没演过戏 我这是头一次相亲 我也从来没追过女孩 这些都是 都该跟那个 电影上学的 不过 说心里话 我真的觉得 您挺好的 我觉得我们俩还是算了吧 好 好 好 这名片给您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八号我也是 九楼 姑娘 我们认识一下吧 就是我是咱们那个小区门口 大海花店的 这是我的名片 您看看有什么需要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们刚刚开业 八八折 大仇音 而且你可以看看 我们这些玫瑰花 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特别好的 特别紧 你认识薛索没吧 薛索没 你不认识 您 不好意思啊 都错了 没事 没事 我是薛索没薛大导演啊 我真是拜托您了 您可别再给我安排什么偶遇的戏份了 完全没有任何惊喜 全是惊吓 姐我跟你说 现在我是草木街边 就有一男的往我身边一站 我就觉得这人是我妈派来的 您这么嫁就我真受不了了 杨涛小姐 我也跟你说句话 你再这样下去我也受不了了 我跟你说以前我可以不管 现在不行 你都多大了 三十二了 再不管就是你妈我不负责任 你说给您弄那个正儿八经的相亲 你不去 你非说自己碰你自己找 你碰什么了 你到现在你碰一个靠谱的 给我看看呢 没有啊 你的圈子太小太固定 你上那照去 所以说妈已经在那个百合网上 给你上去了 你这已经是会员了 还有 你姐夫 我追你了 介绍得靠谱了 还不错 咱现在就得多挑腿走路 宁可相错 不能错过 我求你了妈 这 这相亲真的相一回巴一回皮的 您就放过我吧 我真受不了 齐了 来 齐了 媳妇 你把那个人的情况 你给桃子介绍一下吧 那个 桃子你我跟你说啊 这这人吧 是我中学同学 后来呢 我们就一起考上了师大 同级不同系 前不久吧 我们这个同学聚会 结果又碰见了 对对对 你说话 能不能不这么啰嗦呀 就是你姐夫就说这人 还还还还可以 条件还不错 就是有房有车 房不太大车也不是豪华的 但是都还有 就是有固定工作 是不是 三十五公务员在民政局工作 平时业余爱好呢 就是给那个 到宠物店啊 小猫小狗啊 拍个照什么的 水平特高 父母都是什么 中学老师是吧 对对对 爸爸教体育 妈妈教数学 是不是数学老师 你可别跟我提数学老师 我这从小 数学成绩那么差 妈您知道我数学成绩不好 我最怕数学老师了 借口 这就是借口 那他 他妈跟他有什么之间的关系呢 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你跟我说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呀 不是说这人不好 但我是现在对 将近这事特别纠结 我对将近没感觉 我找不着感觉 这么感觉找感觉 你就输在这三个字上 我怎么是输呀 我跟你讲 你姐夫介绍好了 去就完了 你去什么呀 那我姐还给您介绍老板 您都不去 您让我去 您不爱干的事 就让我干了 越说越不像话了 他车哪儿去了 是吗 怎么这对你来说 这结个婚 相个亲怎么就这么难呢 另外你姐夫说这个人 他再怎么说 他了解呀 是吧 咱们知根知底儿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要不这么着 我陪你去 那这好 你姐夫陪着去好 这样就不怕了 你看咱们三个坐在一块 是吧 就跟那个老友聚会似的 挺好的 真好 好好好 就这么听了 你姐夫陪你去 好好好 就这样就不怕了 好 去去去去去 好 来啊 好的 非常好 保持住 保持住 好的 来 看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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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哥 那个西风哥 让你开导的小姨子 什么开导 说白了吧 就是便是想让我去相亲去 整个在我单位那儿 给我磨刀一天 给我磨刀烦了 我说那 我说给个面子吧 我就到那儿去瞅眼 大老师他也去 不是 我觉得就是 如果要是你觉得真的好的 一见面挺好 那你就干脆把这个开导 就直接变相亲德了 我这弟弟 我现在我一听这相亲这俩字 我就呕吐了 你总不能老这么一个人吧 哥 我呢 再停两年 要是爬一下我开导了 我出家当和尚 好 好 好 哈哈 你再来看 看好的东西 你就拿 不就完了吗 我都说到这儿话了 行不行 你只要喜欢 我跟你说 你只要喜欢 打完之后 我今天事都堆在那儿了 师傅 真的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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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扰一下啊 不好意思 不 你等会儿 等会儿 什么事儿 那个 我说您 您走吗 我停这儿 您走 我好停 我走不走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好停 你 你是理由吗 您这不打电话 我打电话我谈重要事呢 姑娘 但您 您能不能换个电话 您让我停着呢 我这着急呢 我到点了 我 我今儿是招你了是 我打电话 你给我指定地方 你觉得合理吗 不合理 但是 你别安排我行吗 我 我打电话了 我 我不是说你不开心 刚才有一个别的事儿 真的 真的 还逗我 我天哪 我打嘴 这都是是 师傅 师傅 好 拜拜 我说那个您 您 你找我有事吗 不是 是不是 这这这这真的我特特特别不好意思 我真的我到点了 我真找不着车位 你 你一挪开我这儿往这儿一点 不是 你这孩子 你说长那么漂亮 你怎么不讲道理 你找不着车位 跟我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不是不是 我因为我看您打电话 我说您在哪儿打的东西 您也打完了 您就算帮我一忙行吗 不是 你让这么说我心还真软 我这 因为我雷锋都帮过 何况帮美女啊对不对 是 您就是我雷锋 那你刚才跟我嚷嚷我都晕了 我不是故意嚷嚷 我怕您听见 您 您挪 挪吗 我能挪吗 您太能挪了 谢谢啊 谢谢 不是 我太能挪 谢谢师傅 好爱美女 你 您 您挪下车窗去 我跟你说 你 您赶快把车给我挪开 这车是我的 不是 您刚刚不是开走了吗 我没开走 我往前上一把 是为了逗进来 那个姑娘你 你别要紧 我接个电话啊 你别要紧 你接什么电话啊 你先挪车去 西风 我现在已经就到这儿了 你现在人在哪儿了 你能不能有一个先来后到的干 你大早晨的 这这什么是什么素质啊 堵车 我跟你说话呢 先来后到你懂不懂啊 我等半天的车位 你说停你就停进来了 给 我跟你说话呢师傅 你是不是诚心的想让我 跟你这小姨子就是单独见见面 什么开岛啊 是不是蒙我呢是吧 是不是 你跟我说 你是不是就是诚心不想来了 你又说听不见是不是 你 我这就走了 好吧 这么着 拜拜 姑娘 姑娘 她 repeat 我们再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这位姑娘 你能把车挪开吗 你能别安排我吗 我车厅哪儿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不是 当然有关系了 你要不挪车 我怎么拿鞋啊 你要不占我车位 我能把车停那儿吗 我根本也跟你说我让你等会儿 那你也等会儿吧 没工夫给你挪车 我这忙着呢 不是 我 喂 姐夫 喂 你到底什么时候到啊 你啊 我到了他没到呢 什么你 你不来了 你不来了 我们俩怎么聊 行行行 你别解释了你 段西风是你姐夫吧 果然是你 喂 果然是我 我 我车呢 我 这车跑哪儿去了 哎 那不是 车跑哪儿去了 哎 我 我报警啊 我这车没了 我那车就停马路边了 我离开连二十分钟都没有 我一出来 我这车就没了 不是 这怎么光铁画 是支架子就能偷车呢 啊 我 那个姑娘 姑娘 我 我在那个压力 姑娘 没人偷你车 你那车被拖走了 这不吗 那个拖车的电话 是吧 人家把电话号码都没写好 我为什么要拖我车啊 你要不伪张 谁拖你车啊 哎 行 没 没 没事了啊 哎 我发现你 你怎么说话呢你 你要不在这儿 你站我车位 我能伪张停车吧我 你要不拿车便 你要我人干吗拖你车啊 哎呦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我 你讲不讲理啊你这人 哎 哎 你租车公司吗 哎 那个就是我十分钟前 有辆车子被拖走了 您那什么车 一支 一支 对对对 就是那款对 啊 您等一下啊 这车败是多少 精辟7cd37 您等会儿让她跟您说啊 那个精辟7cd37 您听见了吧 哎 哎 那个车拖到什么地方去了 哦 哦 朝北执法站 哦 好嘞 我知道 我知道 哎 好嘞 谢谢啊 哎 再见 我车拖哪儿去了 朝北执法站 朝北执法站 朝北执法站在哪儿啊 我送你去行吗 不是 去不去啊 喂 喂 桃子 大姨买了排骨晚上想怎么吃 我不想吃排骨 我不饿 咋说的 她说不想吃 不想吃 红烧排骨十分 糖醋排骨五分 脚炎排骨两分 不想吃什么意思 咱没说过这个呀 是啊 前面我给安排那仨 好歹还是脚炎排骨 这 一方不会走延走的这么厉害吧 行程程 有了 好 行程程程 不会是围张停车 还没架驾驶尔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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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到底谁开的车啊 我 我开的他的手 果然 是你吗 果然是我 看看这个 是你停的车吗 看那儿 是不是啊 你说你怎么停的车啊 这么窄的路 你把车停路中间了 你晚上那车别得死死的 人怎么出来 那后边那车怎么过来 是 这种行为可耻 很不道德 它不是可耻不可耻的问题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啊 你真把马路当上你们自己家 想停哪儿就停哪儿 以后啊 多替别人考虑考虑 是 是吧 素质有点低了 行了 看看有没有意义 没意义签字 罚款二百扣两分 效果罚款之后拿收据去提车 来 回头让你解惑抱吧 好 杨桃 就是其实今天这个事呢 不管是你憋了我的车 还是害得你车被拖走 就总之都是我的错 我深深地对不起你这人 以及你这车 我感到羞愧了 你别羞愧了 我也不好意思啊 你说我不别你 也不至于车被拖走 我知道 我还得跟你说谢谢你 咱们也不用客气了 回头你就让你解副西风 我解副西风 我说我说咱再见了 聊挺好的 再见 你说这西风这干的什么事啊 她介绍的她说好了去 然后她不去了 太不靠谱了 不是那个大爷 其实这事啊西风跟我商量过 她呢是有意识不去的 她觉着呢 让人家俩人单独聊聊 能进展快点 那万一有个外人在 那反而拘着 那都不好啊 这你商量了 你也没脑子 也是就是啊 不过我刚才听桃子这么一说呢 虽然前面他们倒有点误会 可后来果然又帮她交罚款 又帮她扣分的 应该是算对桃子也还有诚意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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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诚不诚意的 挺好现在这样 我觉得也挺好 实话说 咱那条件我还没看上了 我跟你说 桃子 妈跟你讲啊 命里该有的她跑不了 不该有的不是咱们的 是吧 她她也无所谓 我跟你说呀 你现在这妈看出来了 一定有一个最适合的 在远处等着你呢 你信不信你啊 爸 您别 您跟我姐别说那么多 一会儿我姐夫来了 可别再说了啊 反正呢 那个后来果然呢 陪桃子去把车给取了 又跟桃子道了歉 完俩人就散了 哦 这么回事啊 那那个桃子对果然什么感觉啊 反正从桃子回来之后的 言谈举止当中呢 觉着她应该不反果然 成 那就行 那就行 媳妇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吧 她们两个是真般配 哎 那你要真觉着她们俩颁配 你就撮合撮合呗 是是是 放心 放心 老婆 我肯定撮合 我使劲地撮合啊 哎 西方 哎 果然 哎 怎么样啊 感觉如何 好看啊 跟天仙似的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我没骗你吧 我们家小姨子就是漂亮 有气质 相当于一只长相清纯的大螃蟹 大螃蟹 什么意思 横行霸道呗 横行霸道就对了 说明我们家小姨子有气场 能照得住你 哎 果然 你是不是动心了 什么我就动心了我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了 我一会儿啊 你到我那哥们七星他那宠物店找我 有事找你呢啊 我先回趟家 我回报一下工作 然后马上过去啊 嗯 好 好 嗯 齐峰啊 你说你这干的什么事啊 介绍的什么人呢 你该把我们桃子给剃的 我没生气 跟你开玩笑 怎么呀 别说了 别说了 不是聊得挺好的吗他们 谁 谁说的呀 谁说聊得挺好的呀 果然跟我说的呀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 刚跟他通完电话呀 不是 不是 大爷 这事我得跟您说说啊 果然啊他电话里跟我说 说见着桃子以后啊 印象特别好 说我这小姨子啊漂亮 有气质 跟大明星似的 而且通情达理 反正总而言之吧 觉得桃子吧 越接触越觉得他好 这话是他说的吗 我怎么不觉得呀 他够贼块他老劲劲的 他跟你劲劲来着 嗯 那这就对了嘛 那这就对了嘛 我告诉你桃子啊 果然你不了解 我了解他 他呀 一旦要洗为女孩 他表面上特别冷漠 你知道吗 他装他绷着 其实内心早就泛江到海了 早就此起彼伏了 连绵不绝呀 我告诉你 其实他得压抬你知道吗 他得压制自己 对你喜欢的那感情 他一直压着壓着 grac there 装他 装他 我告诉你 他是真的对你客气坏了 根本没看上你 不是那他怎么这么变态呀 你觉得这要变态吗 我觉得这不是 果然吧 他就像一个那那个老文萍一样 外表冷漠 内心火热 外狼内热 这孩子 哎呀我跟你说 大气 大度 永远给女孩子一种安全感 这种男人 俩字 可靠 对对对 我差点忘了啊 挺重要一事 就是刚才啊 果然在电话里边啊 特地嘱咐我 说西方 我告诉你啊 这话你必须带给陶子啊 他就跟我说啊 为了表达对你的歉意 明天晚上约你吃饭 让我坐陪你 行了 让我那个歉意接受的那个吃饭就算了 不 我觉得这饭得吃 你刚才讲了这个男孩子 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看重 就是他的心胸 大度 你看他跟陶子两个他闹出那样之后 他居然他还要请他吃饭 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呀 是不是啊 男人有说他要面子 他低不下这个头 我觉得这点非常好 这也不 所以你去 你跑子 要去 不是 您这就 您就一会儿一变 我可真受不了啊 刚才刚坐着说这人条件不行 我给你找也更好的 这转移了说去去去去 怎么 怎么叫一会儿一变呢 我刚才不是不掌握情况吗 我现在我了解情况 我全掌握了吗 不是 那都见了 你外妈跟你说了 关键问题 条件是重要 妈强调这个一点错没有 但是人品更重要 刚才她说这句话我听她心里去了 两个字 什么 可靠 对 可靠 这是男人最好的品质 我们这都见完了见完了不行 就拉倒就算了 怎么就这就不行呢 咱们号上一个有什么不对的 先把她号上她 咱们骑驴 不不对 骑马着马 不是妈 那我们今天都闹成那样了 再见面也没什么 你闹成哪样啊 人家现在主动要请你吃饭 你没听见吗 人家要向你赔礼道歉 不是一样的呀 偷子你不能凑着 你能不能听我的呀 就是配合 都别废话 赶紧吃饭 慢点 你转移动快干什么呀 来 我先给你送回家 然后我找趟果然去 干吗去你 刚才我跟大姨和桃子 说果然明天请桃子吃饭那事 那我编的 所以我现在赶紧的找果然去 把明天这事敲死了呀 不是 那明天万一 这果然就不见桃子了 那你怎么收场啊 你这牛都吹出去了 你没看见吗 跟他大姨高兴成那样 我不甘心嘛 我觉得他们俩是真合适 你说头一回见面 因为出这么个岔子 你说就算了 多可惜呀 那不还都赖你吗 你要去不是就没那岔子了吗 我是这么想啊 你咱妹妹 你铁哥们 都知根知底的 桃子那么好看 果然肯定能看上他呀 你说我要在场 跟个电灯泡似的算 怎么回事啊 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反正无论如何 明天得让他们俩见面 你放心老婆 我现在找果然去 我跟他死磕我 把这陈汁和辣骨头 我也翻出来 我也试试他了 我也这样吧 也是有ель 疑痒痒痒 这就走火不动尸 Arts 秦芳哥 秦芳哥 挺热的 嗨 别来了 来 坐 我来啦 saya 你来 我去 你来 里面 里表 好好好 行行行 行行 来 那你搭 箱我去 把衣服扔进去 放这儿 放这儿 那儿 果然 decipher 找我什么事啊 这儿今天啊 跟我帮你小姨子 交的那个罚款二百 后来呢又扣了两分 还是二百 一共四百拿来 这个 果然 等我媳妇呢 给我发了这月零花钱 我一定给你报 你别别乱来套 你别乱来套 你别乱来套 那边有没有 等苏青发我零花钱以后 我一定把这钱给你报了 成吗 上我 让人敢设账 没戏了 来 行行 别拿别拿 快说正经事 快说快说 就这事啊 你现在没事了 你可以回头 再见 不送 拜拜 再见 完了 什么完了 什么呀 我告诉你 我还找你有正经事呢 你找我就没正经事了 来 我来 来 你看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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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啊 我小姨子看上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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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